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神探夏洛克》第一季03 从《神探夏洛克》第一季的前两集 我们发现,似乎有一个幕后黑手一直存在 第一集中,司机死前没有说出来 第二集中,黑联邦众也没有说出来 而第三集中,夏洛克·福尔摩斯终于和幕后黑手来了一场面对面的对决 电影开始,夏洛克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 看来没有了案件的支撑,夏洛克真的是觉得生活十分的无聊 他苦于没有一件看得上眼的案件来活动自己的大脑 华生却觉得这人简直是一个疯子,没有情感的机器 就在华生离开后,公寓发生了爆炸 哥哥小麦是国家政要,一个国家机密被几方间谍偷走 而这个间谍死在了火车轨上,他希望夏洛克能够帮忙 而夏洛克却觉得很无趣,因为机密显而易见已经泄露,根本无法找回 这时探长小雷给他打了电话,爆炸现场出现了一个保险箱 里面有一个信封,点名指信的要求夏洛克前收 信封里是一部粉红色的手机,仿照了第一集中的正午 就在这时,手机来了第一条短信 一连串的报时音乐是一张照片 夏洛克迅速火动了一下他的大脑,发现了这是自家房东太太家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中,他们找到了一双鞋子 随后电话打来,是一个哭泣的女人 原来幕后黑手绑架了一个人质,并且缠上了炸弹 若夏洛克没有在12小时内破解鞋子的难题,人质将会被炸死 通过对鞋子细节的查看,夏洛克想起这是他的第一个案件 曾经有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明明水性很好,却在赛前淹死在游泳池中 实验室中短暂的相遇,夏洛克点名他新交的男友是一个gay 还偷偷的留下电话给自己,莉莉非常伤心的离开了 最后夏洛克查明案件,有人在运动员出发前给他下了毒 使他肌肉僵硬,最终淹死 第一个谜题破解,可怜的女人也被解救 紧接着第二个短信来了,四下报时音和一张汽车的照片 与此同时,一个男人在大街上打着电话 身上绑着炸弹,还被狙击枪瞄准着 小雷查明了汽车,属于一家银行,被遗弃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这个案件极其好破,就是银行家 伙同租车行的老板还有自己的妻子炸宝 在夏洛克把答案公布在自己的博客后 瞬间人质打来电话得以解救 这时第三个短信来了,是一个女人的照片 如期而至的电话是来自一个盲人老太太 照片上的女人是一个名人 两天前猝死在自己的弟弟家中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夏洛克也在最后一秒破解了答案 凶手是女人家的仆人 因不满女人多次在节目上毫不留情的调侃 于是痛下杀手 本以为这个无辜的老妇人能够逃出一劫 可是她却开始描述凶手的声音和温柔 于是爆炸提前,人质死亡 这时短信来临 一个普通保安惨死 她是一个博物馆的保安 而今晚博物馆将要展出一张刚刚找回的名画 夏洛克却指出名画绝对是假的 保安的家还为我们埋下了伏笔 她是一个典型的天文学的爱好者 而电话也在此时来临 她要求夏洛克十秒内证明画是赝品 正是画中的星星 这颗星星被发现的时候 晚于作画的时间 也就是说新发现的星星 突兀地出现在了旧画中 博物馆负责人终于说出了幕后黑手的名字 Moriati 与此同时 哥哥小莫的国家机密也找到了 间谍的未婚妻的哥哥不小心得知了机密 想要卖掉 没想到却不小心导致了间谍的死亡 这座案子也破了 而幕后黑手Moriati也出现了 这次华生竟然变成了人肉炸弹 还记得实验室里莉莉的那个G男友吗 她就是Moriati 她和夏洛克是一样的人 天生的疯子和天才 这次她要求夏洛克在自己和华生中做出选择 可这竟然就是这一季的结尾了 影片就是在这里戛然而止 留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悬念 连主角到底还活不活着 坏人最后怎么样都完全不知道 而这个悬念只能到下一季才可以知道 虽然前两集都推理得十分精彩 但是在这一集里特别喜欢各种线索的串联 可以说这一集是整季中最惊险刺激的一集 十分喜欢夏洛克那种破案的自信 着实迷人的要死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